你好,在这段视频中,我将向你展示如何创建BlitzReport和如何使用参数 首先,让我们从定步彩单的Excel图表打开BlitzReport标单 我们这里有一个银行账户与额报告 如果我们将BlitzReport访问配置选项设置为开发者 就能看到这个设置按钮 然后在设置按钮背后有报告的定义 在这里我们有报告名称银行账户与额 还可以有一个科学的描述以及SQL查询 在第二个标签页上,我们有参数定义 参数通常包括参数名称 一个限制参数的SQL工作条件和一个科学的直击或直列标 然后在第三个标签页上,我们有分配 分配定义了报告的安全性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危险经管理应用程序设置了分配 这意味着每个与现金管理应用相关的职责的用户 都被允许运行报告 我们还未对张银红报表表单的级别设置了分配 这意味着我们也可以从Oracle标准表单运行这个报告 在第三个标签页上,我们有报告的分类 所以我们可以把报告加入一个或多个类别 在这个报告中,因为它是Engineetix开发的报告 所以在Engineetix类别中 好的,现在我们通过点击这里的假豪 来创建一个新报告 从应付账款区域,我们制作一个简单的查询 选择所有的AP供应商 然后我们可以点击运行按钮再次运行 接着我们可以直接看到SQL查询的输出 这是很基本的SQL 让我们回到之前 通常来说你也会想在报告中使用参数 所以让我们添加参数 现在在第二个标签页上,它是会显得 因为我们还没有在SQL查询中定义毛 为了能够添加参数,我们需要有一个毛 比如像这样 它们是1等于1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里引用那个毛 1等于1 这里我们可以在SQL查询中输入参数名称 我们也可以复制其他报告中的现有参数 比如,我们可以双击参数名称指端 然后可以搜索其他报告的供应商参数 然后我们可以检查 比如这里,参数名称是供应商 Where直居是AP,作为供应商名称 等于供应商名称 核子列表是从AP发票指幅报告中选择AP供应商 所以我们可以复制这个 这一位叫我们现在有了 这是一个供应商的直列表 我们可以想这样运行报告 现在,如果我们为参数提供一个值 我们在参数标签上定义的工作字据 将直接插入到SQL查询中 所以在这里的第一页 你有报告的数据 在第二页你有供应数据 生计追踪 你有报告名 数据库名 运行日期和请求ID等等 你也可以看到使用的参数和SQL查询 所以这里 比如 你看到工作字据APS供应商名称 被直接插入到我们的 锚点1等于1之前的SQL查询中 所以我们在Excel输出的 第二个选项卡上看到SQL查询 我们也可以在日资文件中看到SQL查询 如果我们去查看请求 因为每个Blitz报告 作为后台并发请求运行 我们可以 电击这里查看日资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详细信息 比如我们看到SQL查询 使用的参数 在这种情况下 只有一个供应商名称 以及返回的记录数量 一个好的 让我们回到报告定义 让我们让它更有趣一点 因为这仅仅是AP供应商 我们也加上 AP发票标 然后我们需要连接 表和APS 以及我们的ID等于 供应商ID 好的 现在我们只要特定的列 比如说供应商名称 比如说APS分段 亦是供应商 从发票标中 我们只去所有列 这个查询可能会更大 所以处于这个原因 让我们也添加一个参数 以限制发票数据 你在第二页 现在让我们添加第二个参数 我们复制那个 和发票日起从 发票日起从 这个看起来是正确的 哎呀 发票日期 大于等于发票日起从 这应该可以 并且发票日期也是 所以现在 我是受动扶持了这些参数 但我们也可以输入全新的参数 举个例子 如果我们想要发票的创建日期 我们可以输入发票日期 创建 日期从 然后我们需要关闭 AIO 这等于 现在帮定变两名 比如说ENIF创建日期从 这里的类型应该是日期 所以我们有不同的类型 我们有 ORACLE 标准类型 字符 日期 日期时间 包括时间错逐间 数值 然后我们有三种不同的 直列表类型 我们有ORACLE标准直列表 GLOVEORACLE 这指的是ORACLE标准直计 接着我们有两个GLITZ 报告特定的直计 所以 在这种情况下 让我选择一个日期 我们输入一个限制 比如说 所有一月 二十二日之后 创建的 然后我们可以点击运行 现在它只有 一月 二十二日之后 创建的发票 并且因为我们选择了 信号选项 所以从API发票表中 选择了所有列 你看到 这是一个大文件 有很多很多列 用户可能不需要 所以我们应该 要么更改 SQL 只包含相关的列 要么用户 也可以创建模板 它们可以在这里使用 模板屏幕 只选择相关的列 比如发票金额 例如我们选择这个 我们也可以移动金额 将它们移到模位 像这样 好 然后当我们运行式 它看起来会更剪辑 因为我们只有更少的列 好的 这样更好 现在还有一些额外的 哎呀是的 我回到定义 这里有一些额外的技巧 所以如果你想要组织用户 比如说不让用户 像这样围禁 限制的运行报告 因为这可能会导致性能问题 而我们的测试系统速度还够快 你看到这里状态是运行中的 但数据不是那么多 大约有145末条记录 我想我们看看 是的 所以我的实验是 在我们的测试环境中 打开文件没有那么繁忙 因为你看这只有多少几率 大约是4末6千条 但在更大的系统中 你不想让用户随便运行它 所以呢 为此你可以设置某些参数 未必填项 但这样一来 就不太灵活了 因为比如现在你需要提供一个 发票日期范围 但有时候你可能指向运行 针对供应商的 而不提供发票日期范围 我们这里有一个按钮 以ZipBusk 这个按钮叫做B天 你可以输入一个逻辑表达式的限制 用户需要满足这个条件 才能运行报告 让我来给你看看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摸人按钮 然后我给你看一下 当我现在尝试运行它是 它会出现消息 请至少输入一个参数 我们还可以让它更复杂一点 因为比如说我们需要提供至少一年的日期范围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进行一些计算 比如说发票日期到 发票日期从必需小于或等于365天 或者用户可以输入一个供应商名称 然后就可以通过验证 所以我们可以创建一个自定义消息给用户 请输入供应商名称或日期 最多到一年的范围 是的 像这样 当我们尝试运行它是 会有这个自定义消息 然后如果我们输入一个日期范围 比如说05年1月1日 然后它就允许我们运行报告 这就是 高级笔天参数限制 那这样你可以更详细的控制 用户在想要运行报告 是需要输入那些参数 然后我们还有一些额外的功能 比如说有版本控制 因此你看到我更改了SQO几次 在右上角 你看到版本好是3 在这个版本好上 你可以点击 然后可以看到报告的历史记录 看到是谁创建 和修改了SQO 比如说 我在这里添加了where字句 然后你还可以添加评论 比如说编辑和核心 编辑一个等于一个锚点 或者你可以在这里说 我添加了发票表 所以你可以写一个编辑发票数据 好的 然后在参数表上 我只是建要展示了Alovy查询 所以让我再稍微解释一下 这个支列表 我们有不同的类型 比如我们输入供应商便好 Pips 段1等于 现在对于供应商便好 我们希望有一个知己 所以首先选择Oracle标准的一个 看看我们能找到什么 那这里我们有所有Oracle标准知己的列表 它可能叫供应商什么的 好的 在使用中你看到技术 技术显示这个支列表在Blitz报告中 已经使用了多少次 所以这个是一个首欢迎的 已经使用了21次 我们有一个供应商便好支列表 所以让我们选择这个 你还可以在这里点击一个支列表查询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自己的SQL定义 这也是你看到它是制度的原因 所以我们不能修改它 因为它是一个Oracle标准知己 要想修改查询 我们需要去Oracle标准知己界面 并在哪里修改 而Oracle标准知己界面对表明有240字符的限制 也基于此原因 我们创建了自己的支列表 因为我们觉得Oracle标准知己不够灵活 无法满足我们的需求 那你也认得 因为比方说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想修改它 那比如给供应商名称添加一个描述 因为不仅仅只限时供应商便好 如果还能限时供应商 名称就更好了 我们可以更改只查询列表 在我做这件事之前 让我先给你展示它是怎么工作的 我们来点击运行 然后选择其中一个编号 我还设置了高级限制 让我先把它取消 这样我们就可以不经过任何验证的运行 我们来选择一个供应商便好 现在它正在运行 而且它限制了数据 它没有找到任何东西 如果它没有找出任何东西 我们可以查看SQL查询 比如在日子文件中 看看它做了什么 所以这里有一个限制 供应商便好被限制为 一模零三 原因是对这个供应商根本没有发票 所以这就是原因 所以我们需要选择一个 有发票的供应商 所以我们来选择一个供应商 从之前的Excel文件中 所以这里我们有发票 并且我们还有一个用户特别喜欢的功能 我们可以想这样复制 一系列供应商号码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里使用多字功能 点击这个Excel上的复选框 然后我们可以打开编辑器窗口并连 贴从Excel文件中复制的字 然后我们可以这样运行它 让我关闭一下Oracle窗口 现在它正在运行 并且只会针对这些供应商便好运行 然后先使所有的发票 好的 所以现在我们有了所有这些供应商编号的发票数据 你看到了所有这些 这可能也是一个更大的文件 让我们看看 是的 又33,000条记录 但速度还是挺快的 这是标准的Orca纸机 但我们不喜欢不能轻松修改查询的事实 因此我们引入了我们自己的直列表 叫做Love Custom和Love 选择Love Fit Custom后 我们可以改动查询 举个例子 我们可以添加供应商名称 然后关闭并运行它 现在我们有了 你看 现在更好看了 因为我们可以直接看到供应商的名字 这就是支类型列表的工作方式 如果我们想重用这个直列表 现在你看到它没有名字 因为它禁用于这个特定的报告 如果我们想在不同的报告或参数中 使用这个直列表 可以点击保存为共享直列表按钮 然后我们可以说 作为供应商编号 这只是个测试记录 然后你看到我们有了它 我们可以引用它或用在不同的参数中 是的 关于这些Love V 还有更多内容要解释 我可能会为此单独制作一个视频 接下来让我继续谈谈这些人物 起初我提到人物定义了报告的安全性 现在当我们运行报告时 我们需要是开发者 因为没有人物 因此没有人物的报告 尽对开发者可见 所以用户无法运行他们 如果想让用户也能使用这些报告 就需要在不同的层级进行分配 我们用Beato Orca标准层级 既请求助 但它不够灵活 因为又是可能有一个报告 你想给某个应用中的所有人使用 因此我们这里也有不同的层级 如果我们选择应用层 例如应付款 那么这一位者与应付款应用 关联的每个用户都有全线运行改报告 第二次 然后我们还有更多的层级 我们还可以将报告分配给单个用户 或者甚至排出某些用户 或单个层级 这样能在非常喜化的基础上控制人物分配 而最有趣的人物是表单人物 我们可以将Oracle标准表单上的报告连接到发票工作台 例如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讲起连接到应付账款 发票工作台 这样 当我们赚到应付账款并进入发票工作台时 我们就是制造精力了 让我们进入 应付账款并进入发票屏幕 这样我们就可以先查询2005年1月的发票 例如 当我们在某个特定发票上市 比如说这里这一张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Excel图标 你看现在它不再只是绿色 而是旁边有一个黄色行星 黄色行星 意味着我们有特定的收藏家 或特定的报告连接到这个Oracle屏幕 在这种情况下 几个与应付账款或发票相关的报告 还有我们新的AP测是报告在顶部 这样我们可以直接从这里打开并运行它 我们还可以默认参数之 所以例如 如果你有一个供应商的特定发票打开 比如Advantage供应商 并且你想讲供应商 名称 默认到BlitzReport字端中 我们可以在这里识别出该字端 字端名称为 区块是IMV 一些文件加字端名称式 当没有占点代码是 我认为我在错误的字端上 因为我想要交易伙伴字端 Advantage公司 对这就是正确的 所以让我们选择区块 Invisum Folder 该字端成为Vendor Name 因此作为开发者 我们现在可以完成这个人物的设置 我们说 对于发票工作态人物 当我们从Oracle标准发票工作态屏幕进入时 我们可以定义从Vendor Name 自短末人的供应商变好 名称就是这样 然后让我们保存并管比它 现在当我们点击这个Excel图表示 它会直接打开我们的Blitz Report表单 为那个供应商运行 然后我们可以点击运行 然后我们就有一个 该供应商的发票历史纪律的良好到处 这就是表单人物 它基本上允许为任何Oracle标准 或自定义表单分配报告 使得 关于参数定义和自列表 还有更多需要解释的 因为我们有不同的类型 例如还有不同类型的锚点 所以我直接是聊自列表的基本锚点义 到目前为止 因此 我将创建额外的视频 来解释如何使用 这些不同的锚点类型 以及如何使用以来关系 以及如何使用不同的直列表 感谢收看 晚期教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